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先问一下刘医师 我刚刚讲东吃萝卜 夏吃姜 这个有道理 确实这个季节萝卜 对现代人来讲是非常好的食材的选择 以前我听到这句话 当然我们讲中医的老祖宗 这个非常有智慧 对于这种食材的应用 好像有它的道理在 等下会分享一下 这个所谓白萝卜的营养素 不过我先跟他讲一个比较 一个案例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讲我们人家忙碌 为了生活到处奔波赚钱 可是很多人忽略健康这两个字 等到身体发生状况的时候才突然醒来 原来我原来忽略健康 有一位这个一个老板 他大概来往于两岸三地 他的事业做蛮大的 其实他之前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做一些一般 预防医学的检测 你知道我们现在讲 常常讲毒 塑化剂 重金属 重金属像的拱 蛤 他身体都非常高 那当然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可能身体这个毒药要排一下 可是他就会 他也觉得说 我现在都没事情 我现在好好的 我不需要特别排 那他就跟他讲说 你要好好的排毒 因为他到处跑 他因为为了饮食方便 就是有时候飞机餐 到那边当地的 一个面吃完就赶工厂 到处赶 那后来有一次回到台湾来 他就是有一次小便 觉得不是很舒服 他觉得好像这个理解 就是尿尿来讲尿不干净 可是他去做那个尿液的检测 都正常 他第二次再去找密尿科医的时候 一秒给他讲说 你小便正常 他说那是不是色物性非常 一摸色物性也没有问题 那后来就 不过这个患者 那这个密尿科医师 给他排个这个膀胱镜 一进去就看到膀胱 有一颗大概两公分的 类似席肉 那当然膀胱科 这个密尿科医生 他们的这个 就看多了 就就就就帮他摘除掉 送化验 就说这个是席肉 应该是没问题 一个礼拜之后出来 居然是打膀胱癌 那打膀胱癌之后 因为他是黏膜下有侵犯 他们做 在做一个广泛的切除 在做这个膀胱内的 这个所谓化疗的注射 大概一段疗程之后 结束就OK 不过后来呢 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他说 真的是排毒很重要 我不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问题 是染法吗 或者我说 因为你的毒素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拉回来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讲 这个萝卜非常重要 我们先看这个 白萝卜的营养素 各位他当然我们讲 就用这个营养学的分类来讲 你看甲 他这个125毫克 算量不错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说吃这个 说不劳医生开药方 是因为它里面甲离子高 有的时候 对我们心血管的压力 平缓 舒缓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钙跟鎂 钙的量也不错 铁也是有一些些 重要是它里面 有这个叶酸 我们常讲一个重点是说 蔬菜里面的叶酸 它不是我们在 妈妈怀孕的时候 降低这个胎儿 这个所谓 基础分裂的一个异常 所需要营养素 所有人都需要叶酸 叶酸在我们的细胞 尤其大肠脂肠癌的保护 非常重要 叶酸可以抑制 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 你细胞DNA的保护 所以一般我们常讲 吃蔬食的叶酸补充 非常重要 像鑫跟铃 不过我特别强调 因为它是算 是一个叫十字花科 我们常讲十字花科 这个东西来讲 大家很熟知 像绿花椰菜 大小白菜 青江菜 那我们讲 白萝卜也算十字花科 里面呢 你看它有时候 切这个萝卜好 切里面辛辣 辛辣这个东西 那个叫萝卜硫素 我们在做所有的 预防医学都知道 我们要排毒 肝脏的解毒 从一二阶段 都需要非常好的酵素 然后呢 我们在排 塑化剂来 排一些中金属 我们这些酵素 有的时候你吃这种 十字花科的蔬菜 萝卜硫素 或者是一流青酸盐 可以帮助你代谢毒素 换句话说 在我们在膳食料理当中 如果你可以适当 把这些像白萝卜 十字花科的蔬菜 纳进去的话 你每天无形中吃进来 一些所谓的塑化剂 就有这个代谢 我觉得排毒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 我们吃日本料理的时候 白萝卜还会有人 做成那个萝卜丝 或者这个小菜 那萝卜生吃跟熟食 好像这个营养素 跟吸收也不大一样 不一样 一般来讲 我们刚刚讲萝卜硫素 我们在生的石头 它那个地方 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 它里面会保留 它的量费非常高 但是我们有做过研究 就是说 如果你把萝卜加热之后 它的萝卜硫素 可能会破坏 但破坏程度没有很多 还有我们在加热分解 过程当中 其实会把萝卜硫素 我们在一个转化过程当中 会变成我们需要的 另外一种排塑化剂 蛮有帮助一种营养素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是生吃 或者是熟食 都可以吃到我们需要的 这些所谓的一些营卜 或者是相关萃取物 不过讲到这个 我们讲的假东西 蛮好玩的 我讲个蛮有意思案例 这个女生是这样 她来找我们 是因为她说 她因为心悸等等问题来 她重点是 她跟她的老公 在相亲的时候 就相亲的时候 她跟她老公去约会 然后后来相亲回去 开始心悸 她觉得我看到帅哥 她的心悸 她有来电的感觉 对 她来电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我们说来电来讲 有个什么保鲜旗有的没有 她过了两个月 还是常常来电的感觉 也是心悸 这是真爱 对 对 真的 真是小病 可是真的 她在找我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她说 你在体重 你是有变瘦 她说 最近瘦了三公斤 这样子 你知道我第一个指揮 我就摸她甲状线 不对 她甲状线有点肿 我帮她验 我说不是你跟老公来电的问题 是甲状线功能抗击 她听醒过来 这样子吗 她老公就很失望说 可是我觉得她是对我一直 对啦 对啦 所以她是靠甲状线 让她跟她两个可以结婚 所以这个你怎么想 没关系 重点是 靠生病为止 对 启阳两个人的那个情绪 所以这开始很必要 你知道吗 后来我跟她讲说 我们一般的心跳 是七十八十下 这女生动不动跑到一百一百二 这个她所以她觉得说 她说跟我讲说 女生在看你前一天晚上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 还跑到一百二一百三 那我起来就摸了心跳 就觉得怎么那么快 可是老公睡着 我就看起来 那他们因为认识很快 就结婚 但重点我跟她讲完之后 我说不行 你这个情况一定要先去 内氛瘾带阶科 用一些抗心理不整的药物 吃完之后 心跳突然就变成七十级了 突然人就醒过来了 怎么结婚了 你一样补出这么多 突然想离婚 这个案件很妙 突然因为她网路查太多资料 她跟我讲说 刘医师我看我甲专腺不好 人不能吃什么 你常常讲的 狮子花的蔬菜 我跟她讲 狮子花的蔬菜里边 有一种叫做 质甲专腺种的物质 其实我们做过研究 它会干扰我们点的 这种所谓代谢 会降低你甲专腺素的合成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甲专腺功能抗净的人 你吃点这种所谓的 狮子花的蔬菜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要限制点 但是如果你的狮子花的蔬菜 开始变低下的话 你反而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种狮子花的蔬菜 不能吃太多 但是反而增加点的摄取 所以这平衡拿捏很特别 所以不要说 我们这个一定是 狮子花的蔬菜的营养素 特别注意一下 会影响你的眼睛健康 所以希望你回去 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像阿芳老师刚刚有教我们 萝卜你这样用一些处理的方式 它可以就放了很久 也不会说你煮一餐就坏掉了 所以有一些蔬菜啦水果 它其实有一些保 就是说保养的方法 对 那你不会说你吃了一餐就丢掉 觉得好浪费 对 所以真的吃还是很重要 萝卜膏为了要把它变成一整块 可能会加塞来米 可能会再加一些油脂 血糖瞬间上升 就跟这个 它认为健康的萝卜膏有关 红萝卜啊 还有南瓜 还有枸杞啊 就黄黄的这些食物 其实 色在秋冬的时候 有助于肠胃的补养 这时候其实也是润肺的部分 萝卜从中医的角度是比较寒的 所以像刚刚搭配三杯喔 就是一个比较寒性跟比较热性的平衡 对啊 我觉得阿芳老师很厉害 就是真的是那个食物的魔法家 因为那个白萝卜啊 其实我们都说药池同源 它是一个从它的叶子 到它的萝卜肉 到它的萝卜籽 都是可以拿来当作食疗的一个 那个食物就对了 像它比较寒性 刚才那个阿芳老师都配那个麻油 然后肌肉也是偏温 所以它就可以在肌肉这样喷煮的方式 变温一点 那我想到有一个自己的 那个患者的案例 就是 就是有一个大概是家庭主妇 大概五十几岁 他来看我的门诊 然后看 他说他拉肚子 肠胃功能很差 他大概就跟我讲说 他就其实他就不太吃这种 一般我们大家认知的寒性俗 像白萝卜啊 大白菜啊 瓜果类啊 什么竹笋 他就说他完全都不吃 而且他说他就是 其实前一阵子啊 他就是 他就是每次吃完东西 就会拉肚子 然后他说他家人 特别给他的一个秘方 就是好像也是中药的一个成分 我不太确定里面什么成分 他说吃完之后 真的就不拉了 但是他就很容易脏气大哥 那当然我把他的麦 我觉得他就是不是很虚的那一种 然后实际当他这个状况是怎样 我们中间说他是食肌症 就是食物积在肚子的状况 那食物积在肚子里面的话 通常他消化不良的情况就很容易啊 所以他的其量 他其实排便是根本是排不干净 他不是拉肚子 他是分很多次 那刚才提到说 其实那个白萝卜啊 他从头到尾都可以当做食疗来用的话 我们中间说他有一个下气的作用 就是往下移动就对了 所以他可以清呼吸道里面的痰 他可以清肠味道 让肠味道的食物蠕动快一点点 所以他其实哦 就是我们中间要讲一个 就是我们我今天有带来 就是这个是那个萝卜的籽 我们中间叫做莱符籽 其实那个白萝卜 因为他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取得嘛 就家里随便可能冰箱都可以储备的这样 其实白萝卜是很容易 就很温和的一个食疗的部分 他针对那个老人小孩 像我们中间有一个那个药房 叫三子养青汤 就是其中就是一个这个子 就是他可以针对老人小孩 那种排便不顺啊 谈多的状况 其实所以那时候我就 开了一些整肠健胃的药给他 其实我们中间说 这个要以泄为博 我先给他拉一拉 就是那时候我给他开药的时候 大概拉了三四天 后来发现吃同样药之后 反而排便比较密实了 这时候反而他肠会脏就不见了 再来笑 这时候就会返回宾